哎呀家人们谁懂呀 这个水彩背景 我真的是服了 不画吧 太空画了吧 反而毁了 All right 本期视频教你各种背景的画法 您记住手在脑洒白天 看别人教程看不懂的 你可以看我 很多人觉得爱画背景随便图一图 那就完事了 背景怎么能瞎搞呢 他可是能决定你画面风格的东西 就拿这一只Chims来说 等一下妈的他会下滑 哎呀我他妈呀 少女狗 春天的狗 八宝丽格子狗 赛博朋狗 贵族狗 狼人 哎这个就厉害了 吃生狗面相 可见不同的背景 就会赋予我们不一样的风格 俗话说的好 人靠衣装马靠鞍 这个背景啊 就像是你不同风格的衣服 从职业装的庄重 再到休闲装的休闲 甚至到黑丝的性感 穿刺老师 你让才能做到各种各样风格的背景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交几种 你可以试一试这种充满迷幻感的 哎呀赛博朋克的背景 这怎么写来的 准备到一支 稍微大一点的扇笔 以及一支稍微小一点的这种圆头或者是尖头的笔 利用小笔把一些类似于彩虹或者是雷射光线的色彩啊 分别添加在这个扇形笔的笔尖 颜色的顺序啊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啊 自行提加 安成这一步之后啊 我们把这个背景的纸面啊 浸湿薄薄的一层水分就可以了 切记不要太多 水分太多了 就会导致颜色它像脱缰的野马一样 而你根本就hold不住 然后我们把涂到颜色的这一面 哎轻轻的压下去啊 从头至尾 一遍不行啊 那咱们就两遍 为什么要先把这个狗贴在这上面 不要说话 你看是不是这种迷幻的 败伯坛狗就出来了 不是呀 别别别别别别 哥我错了 哈哈 听 谁吓得那么深 谁吓得那么认真 那么第二种 我们来做一个稍稍啊 有一点逼格的这种啊背景 把它放在这里 做一个这种装形 做到这种相框 然后把它狗爪子搭出来 啊对喽 哈哈哈哈 对喽 我们先画两个方框 然后用单紫色加一点点土黄 哎你把里面那个框框颜色给它平涂了 然后在顶部啊 以及边缘 哎稍稍加重一点点 再用笔啊 敲出一些 沧桑的啊岁月的痕迹 就吓得那么认真 吓得那么的深 还听见 哎呀哎呀 接下来我们用土黄啊 加一点褐色 把它外面补一根木头 稍微用一下这种点啊 或者是这种叉的方式去模仿一下这种木头的这种特征 用则石加一点土黄啊 去补充一下这个木头的暗面部分 接下来再画出这个木头相框啊 对这个纸面的一个投影 用的颜色啊是一个蓝灰色啊 以及啊外部的一个阴影啊 最后啊再拽上一些阳纹 爱的花 chames 绝世 你看啊 他的档次是不是 噔噔噔的一下子就上去了啊 从一只土狗迅速地跻身到了上流社会 这种背景也非常适合一些进屋里的东西啊 比如说啊一颗宝石对吧 一朵花就可以把原本平平无奇的东西啊 直接啊抬到展览馆啊 属于是逆天改命了 那有的时候学会问啊 这种背景画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复杂啊 有没有简单一点点 也能提高一点点档次的这种背景的画法呢 有啊 非常的简单啊 直接淡紫色开路 把整个画面平涂一遍啊 等到画面啊稍微干燥那么一点点 我们用一个更浓更重的 紫灰色去把画面的边角啊 看没有稍微加重一点点 这个胶带贴的不是太好 让大家介绍了 重点来了啊 记得把你主体物的边缘 稍稍的给他一点点这种重色的阴影 就有点像闪光灯照着他一样对吧 他就是视线的中心 他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种深色的阴影不仅把这个沁死往前拖出来了 还蹭托出了光源的强烈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写真集啊 到这里 我情不自禁的想唱一句 开平和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 再比一个最爱你的人气性表演 而且背景的边角还做了一个这种暗角式的处理 这不就是记者发布会吗 为什么 已经他妈开始胡说八道了 因为之前就会有同学问 老师我前色物情就一定要用深色背景去称托吗 深色背景就一定要前色背景称托吗 谁说浅色的物体 他不能用一个浅色的背景 啊 你给他打一个闪光灯不就行了吗 只需要去加一个重色的意面 对吧 我就问你 妙不妙 这些个背景能给你平平无奇的画面 增添一些绚烂的效果 当然还有更多的背景的做法 怕你们学的太多 小命不薄 所以这些DLC的部分 咱们放在之后的视频跟大火再细细的到来 那么关于背景 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 如果你画的画面比较简单 缺乏一点细节 没有关系 你就用我前面介绍了那么几种背景 会给你的画面去增添到一种井上添花的感觉 如果你画的东西它比较细致 那么我反而建议你用一个比较简单又平整的背景去衬托你画的这个东西 俗话说高端的食材 今天我就直接跟狗杠上了 再画一只财犬 其实画什么并不重要 本质上还是在讲背景怎么做的平整 以及背景与边缘的关系 这很多学会问 不就是把颜色像刷墙一样把它刷匀不就完事了 大弄特弄啊 就拿 咱们怎么把背景图匀整这种技法来说 现在很多在做教学出视频的老师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好 要不就是颜色图不匀整 这里重一块那里浅一块 要不就是它跟主题物的边缘接得非常的硬 就像是批图批上去的一样 那么画背景之前我要先讲一个小要点 很多同学在画这个背景很容易做不均匀 很容易到处是水痕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也就是你平时画背景的时候 它表面的干湿程度不均匀 比如先画上去的颜色 它相当于后画上去的颜色 它就要干的更快一些 或者是你在用一个新的颜色画上去的时候水分过大 老师我来调整一下 颜色的不均匀 水分的不均匀 就会造成背景显得花又乱 怎么做呢 三个步骤 其实解决起来非常简单 尽量把这个颜色调多一点 足够你把这个背景全部画完 以免我们中途需要去调色 你每一笔颜色之间 由丝变干的时间都不对等 那么第二步 我们直接从这个背景的边缘开始 慢慢的向中间延伸 以免有时候因为这个物体 它的轮廓太过于复杂 我们在它的周围花的时间太多 而耽误了大面积颜色的一个平均干湿度 第三 每图一笔的边缘 尽量让它水分充足一点点 方便我们再向物体的边缘去接颜色 最后再补充一个小技巧 如果你害怕这个背景 跟你画的这个物体边缘线太生硬 你可以到这一步之后 完全的用一支干净的笔 水分比较少的笔 把这个周围的颜色 向这个物体的边缘轻轻的推过去 注意这里笔一定要干 以免产生湿的去盖住干的这样一个 货物的平图方式 你看这背景就相当的平整了 我们画这只狗的背景的时候也是一样 先从周围开始对吧 然后在边缘让它水分充足 那明天就请假了 对 我妹妹结婚 哎呀 我妹妹都结婚了 我姐姐还没结婚 我姐姐都比我大了两到三岁 两岁吧 都不急 那我急个屁 那你有一个大爷呢 而且还是女生你不找他做事 不急 我准备老来得知 哈哈哈哈 哎呀 人生一大喜事 就吓得那么的深 就吓得那么热 就还是听着你说 不可能 慢慢的用一支干净的 比较干燥的清水笔 哎 像这一只柴犬的毛发边缘 哎呀 过度 你看这种背景是不是特别简单 而且又出效果 这种蓝绿灰色 它也有一种深远的意境 就像是冬天里的 一只柴犬站在这个雪地里 思考它的狗身 吓得那么认真 吓得那么认真 这种平整简单的背景 非但没有显得忽言了事 反而给人一种安静又祥和的感觉 对主体物其实也会产生一种 哎 衬托的作用 那么今天有关于到背景的东西 我就先讲到这里 其实还有一些复杂的 利用一些机理 或者是综合材料 去做成的一些特殊效果的背景 由于今天放在这里讲 可能会有点过于深奥 我会把这些内容 放在咱们的系统班上 关注遗传水彩 带给你不一样的色彩小技巧 我们下期见 拜拜